哇 見てください かわいい かわいいんですけど 一打開包裝 盒子里的甜食 无论是男孩女孩都忍不住惊呼 超可愛 这个甜点的名字叫做 吞卡隆 韩式马卡隆 吞卡隆这个名字怎么来 马卡隆真的变胖了 传统的法式马卡隆里 夹了满满的奶油 巧克力 饼干等馅料 看起来胖嘟嘟的 再加上可爱的装饰 是继台湾珍珠奶茶之后 日本最近疯狂流行的甜点 因为韩式马卡隆的造型 真的让人难以招架 除了这款在吃饼干的怪兽之外 不少店家也发挥创意 像是小鸡形状 心形 甚至是翅膀形状的韩式马卡隆 应有尽有 让大人小孩爱不释手 纷纷抢着药买来拍照 看看这里 好像有牛肉的一咖啡 いただきます 真的 牛肉的一咖啡 也很简单 这个春天就要用热量破表的韩式马卡隆 掳获大批银花妹的心 东西黄信席另外一报道